近几年金融诈骗猖獗 政府部门很重视 投入了不少资源 我们统一证券 当然也看重各位朋友的权益 因此底下是防诈活动的网址 敬请大家点阅收看相关的讯息 而且要回答三道问题参与抽奖 在这边偷偷跟各位讲 里面有一道题目的答案是 政府的防诈骗专线165 祝各位好运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吕宗达 欢迎来到宗室表达频道 我们今天很荣幸很高兴 邀请到群艺即将开幕的 这一档科技高息成长ETF的经营人 洪强益先生Peter来到现场 大家好我是Peter 我们在前一集 我这里搭配统一投顾的陈杰烈先生 针对很热门的00939 00940的募集狂潮 做了一个解析 我们也往前看 针对第二季台股的投资展望 给各位做了一个说明 我们这一集是延续前一集的一个基调 因为这一档ETF在4月22到4月24要募集 它也应该是延续的三月 可能是台湾ETF成立20年来最热门的一个狂潮 合计在市场已经是有2300亿左右另外一档新开幕的高息ETF 那我想因为这一路过来几乎至少过去一段时间 我都在回应有关00939 00940这几档热门ETF的议题 还在这个热度上 那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就是群益投信在台湾也是ETF这个佼佼者 特别是他很热门的这个00919 目前是前五大的资产规模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Peter 就是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在ETF高息的这个狂潮 包含群益投信在规划这个商品 在一开始这档群益的高息科技高息ETF 它的指数 这个它的特色产品的一个优势利基 可否先就这个部分 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我们这档群益科技高息成长ETF00946 它我们先我们当初设想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高股息ETF 纯粹用股利率选股的指数 其实它的长期的表现是会输大盘型 或是指数型的表现 所以它是为什么会输 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 你投资人买了高股息 但是赔了价差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为什么你买了高股息容易赔了价差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一家公司你没有成长性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去做很多的资本支出 你账上就会有很高的现金 所以我可以把比较高的股利率配发给投资人 可是我们都知道股价是跟着企业的获利成长走 所以它如果没有成长性 企业获利没有跟着走 它就算配高股股利给你的话 那投资人最后拿到的一期 它的你最后投资上标的一个资产表现 可能表现就没有那么的佳 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买高股息的重要关键就是 你除了股利率要高 你的成半股的基本面也要好 那我们就基于这个想法 我们去设计这一档产品 主要我们想的是说 投资人在投资上 如何长期可以让你的资产表现比较好 其实就两个关键 你的技巧就会很好 那我们在这档产品设计 我们就是直接聚焦在台湾最具有成长性的 科技股产业里面 然后再去选择具有成长性的股票 在成长性的股票里面 一般的高股息ETF 可能它的选股标准 可能就只有EPS大10的指标而已 我们这边的话则是补上了 我们要去看我们的公司 它的获利成长率要很强劲 它的毛利率要很够高 那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历史的数据分析 我们这一档是 还有采用一个很重要指标 我们希望透过外资的专业分析 来帮我们选到更精准的成长股 所以这也是一档 首档采用外资持股占比 来去做设计的高股息ETF 那您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把外资这个概念 给它设计进去 我们主要的想法是这样 台湾的科技股 在整个全球的供应链 都办理一个很大的关键的角色 外资呢 它在买台湾的科技股的时候 它除了这些 基本的财务数据分析以外 它其实也会很深入的去拜访这家公司的管理阶层 去了解它的产业的竞争地位 它的产品的竞争的价值链 还有它最后是不是能够在整个环境中胜出 所以它会进行很深入的资金分析 才会敢去布局台湾的科技产业 因为外资我们都知道 他们在买台湾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用很长线的资金 去买这些标的 是用核心的部位去做布局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这一档00946这档ETF呢 就会去布局外资持股占比高的科技股 来去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 选到对的成长股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指标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档指数的一个回撤绩效出来的一个结果 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过去5年 近5年的表现 台湾的大盘年化报酬是17.2% 那台湾的电子产业科技股 年化报酬大概是落在22.8% 我们这一档00946ETF 它布局的是科技成长股 它的一个年化报酬就可以来到30.2%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这一档是一个 它是00919的 的一个科技版的版本 所以它的在选择精准选股利率上 跟00919一样 都采用董事会的股息率 所以它的息率的话 过去5年的平均指数股利率是90.9% 台湾的科技产业大概只有404 所以我可以绩效 比台湾的科技产业还要来得高 那它的股利率 又可以是电子产业的两倍 那这个是这档产品 一个很大的优势跟特色跟绩效的部分 是 谢谢Peter 因为今年是台湾ETF的第21年 在第一档0050发行的时候 我在前面一家券商有参与Marketmaking 就是市场的造势计划 那一路走过来 事实上ETF中间有一段层级 到2018年则开始受到重视 而这一次的里程碑是在去年6月 富华投信 进行了这个月月配的高型ETF 带到今天不到一年的狂潮 所以我要跟各位报道说 这个商品在台湾很久 但事实上整个上来时间没有太长 它却成为显学 那各位可能在选择ETF 就不要只是E4W 或是这个狂热 就是你自己要先想清楚 在你整个的个人的理财固化里面 你的资产配置 你的股票是多少 债券是多少 这第一个要先想清楚 第二个 我们在前一集有特别提前 不要All in 你怎么看好一个商品 你都不要全部给它重要 你要分散 那你要配置 那很重要一点是 你要找到合适自己的模式 那我觉得看ETF这21年 我自己周边就是成功的投资人 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就是说 他自己功课做得很深 他真的找到合适自己的ETF商品 第二个就是 他有藉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影片 市场蛮多的资讯 那我们每一个这个平台影音 您就认真去收看 想想主持人跟经纪人中间这个对话内容 去梳理出一个脉络 就是说第一个你自己要用功 第二要善用市场这些资讯平台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你再筛选出 这个新发的商品有没有合适你 因为你做完这个功课就代表什么 你已经在一开始减低了你 可能会输的几率 相对提高了你的胜率 如果这档ETF在台湾是第一档 开始把外资这种占比选股逻辑 纳进来 确实产品是有特色 各位也不妨多做一些了解 那我想第二道题就是针对 你刚刚提到这个00919 其实是算在台湾 这几年很热门的一档标的 连续几年他都 这个除全息之后都能够填全息 然后年化这个息率也在10%以上 又能够同时赚到价差 所以你看我们在原来0050、0056 几乎这个是20年左右的商品 但是00919也不过几年 他的资产规模 已经趋近于0050跟0056 确实是一个蛮值得讨论 蛮值得来探讨的一档ETF 那我就想请教Peter 当群义投信 已经有这样一个旗舰型的00919 在市场上讨论度这么高 这样的一个盛况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您的这一档新的ETF跟原来00919 我们投资人观众朋友 如何做出区隔 他做判断的话 你怎么去做两个ETF中间的比较 然后他有哪一些区隔 或是比较不一样 他差别的所在 这个比较细腻的部分 可否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再多做一些说明 我们这一档00946 跟00919最大的差异 会有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 则是在持股上的差异 00919他是聚焦在全市场的 台湾的所有股票里面 选择股利率最高的三上股票 那919的最大的精神是在 他用董事会的股利率去做选股 因为台湾的市场是这样 台湾的上市贵公司 在3到5月会召开董事会 6月会进行股东大会去表决说 他们董事会开的股息 要不要去做这样配发 那表决过后 就会在6月下旬到8月底的时候 进行除息的一个过程 把息配给投资人 所以高股息ETF 在选择高股利率的这个方式上 有些的产品会选择 历史已经除息的股息 有些产品则是会请分析师 来去估未来一年要配多少息 可是台湾的市场已经把答案跟你讲了 所以919就是用董事会 精准高息的方式 选到股息 所以在这一块的精神上 00946科技高息ETF 在选择高股利率的方式 他的选股方式就是跟99一样 都选择董事会的股利率 去做精准选高息 但是在成分股上 946他会更聚焦在成长性这个概念 他两个成长性 一个是科技产业的成长性 第二个部分的话 只是在成长股的成长性 所以他成长股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分享 我们除了透过历史数据 去选择获利成长最强的公司以外 也会去布局外资持股占比很高的公司 来去确保我们的成长股 选的是比较好的 这个会是他持股的差异 如果你去看他长期的历史回车表现 以股利率来说的话 99他的指数股利率是会来的比较高的 不过以绩效表现来讲的话 00946科技版的这一档00919 他的一个长期的表现 连化报酬会比0099高7% 购气的历史回车出来的结果 第二块的部分 00946他的发行价只有10块钱 10块钱什么意思呢 他会很多现在很多投资人开始透过ETF 来去打造他的生活的日常的资金的需求 或者他的一个存股的一个生活 可是现在的ETF 当然有些可能一张两三万 那这一档10块钱就是一张一万 所以他更会除了一般的投资人可以买得到的之外 对于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刚找工作的年轻人 他的一个薪资可能每月花完剩不到一万多 但是他有想要开始赶快理财 他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档 更快的去做一个能够进入存股人生的一个方法 那第三个部分差异就在于 919他是采用既配 946呢 则是采用月月配 那他的一个差异性就是说 对于更有这种资金需求 想要领袭入带为安的投资人的话 这一档的一个股息率 把他的一个 还有他的这个配息的一个频率 会更符合这样投资人的需求 那他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去跟 我举例好了 我们的00937B这个债券 就是说如果投资人 你有想要领袭的稳健的心理需求 又希望你的投资组合 波动度不要太高的话 你也可以买00946来搭配00937B 那你就可以双周配 那双周配以外 在市场涨的时候 946会是主要的攻击手 在市场跌的时候 937B会是主要的防守者 会让你的整个资产波动度 它的一个长期表现 你会握得比较安心 那另外一个 你也可以跟同业 或者是跟我们自己的产品 不同的配息时间点去做搭配 可以组成真的周周配 我举例好了 像是00940 它是属于月初领袭 那00929大概是属于月中 那我们这档大概会是落在月底领袭 所以你如果去买这三档的话 你就可以建构出周周配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 配息频率上的一个优势 好 谢谢Peter 他有针对这档新的ETF 跟919中间的三个区隔做了说明 同时各位有没有留意到 最后还跟你谈 怎么去把你的投资组合 做出好的一个配置 各位参考 那我想第三道题要来请教 事实上也是过去几个礼拜 我几乎都被问到的两个问题 因为这个00939跟00940 实在是太热门 2000多亿 所以有不少原来的 不管是存款户还是保护 他把在存款跟保单解约他进来 可是进来以后发现破了发行价 这可能不在他们预期里面 所以有关破发这件事情 待会要来请教Peter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台股现在到2万点了 这应该是在我们从业比较久的 在过去没有办法想象的 很难想象有2万点这件事 就像日本股市现在突破原来当年的38957 我问了日本朋友 他说很难想这辈子还能碰到这件事 三十几年前的高点 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困难 这困难就是说出现了这个价位 目前这个景况是我们没办法想象 我们没有经验 所以有关2万点这个位置 是否是已经过高 要不要居高思维 我想有关破发 还有这个目前这个时间点 因为这是新发行的ETF 在一个2万点的指数 这个位置发行 投资人需要留意一些什么 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 OK关于这个同业产品破发的一个情形 不过因为ETF本身追踪的是指数 那指数的话 他的表现都有各自的追求的特色 有些追求动能 有些追求价值 那当然他们也都追求高股息 不过其实他们的一个表现 跟大盘的一个联动 还是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联动 所以如果未来大盘是呈现比较震荡的时候 的确在短期内 这样的产品高股息是有可能是会破发的 可是大盘因为刚刚老师也说了 2万点我们从来没有遇过 可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个概念 台湾跟美国的股市 其实是一个长多头的趋势 各位观众可能是用台湾家权指数来看 可是如果您看的是台湾家权报酬指数 它的走势就不会让你感觉很震荡 它是一个稳健向上的走势 如果你去看美国从1950年到现在的指数 历经了那么多空头的海啸 但是你看它的指数也是长期往上 那为什么可以长期往上 是一个长多头趋势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跟台湾的股市 他们的一个特色是科技股 科技股它会有新的技术诞生 新的技术出来会有产生市场新的需求 有需求企业就有获利 有获利的话就会有新的领头羊的科技股 来带动整个台湾的大盘或美国大盘往上走 所以其实我对于 因为一般投资人也常跟我说 以前都说万点一定会跌啊 现在到2万点了 当然就没有在谈以前万点连连 可是我觉得点位的这个内容 其实是跟短期的 短期你想要进出的想法有关 可是以长线来讲的话 台股跟美股因为有科技的需求 所以这个长期多趋势是一个往上的走势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一档00946这档产品 它大概会是在4月22到4月24目击 那也预计在5月7号会进行挂牌 所以当然投资人也很担心 如果IPO参加募集啊 或者是有上市募集会不会很快就破发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这边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短期这个时间 我们去观察台股的股市 其实有两段时间特别会涨 第一段时间是台湾第四季到 隔年的一到二月 主要是电子的旺季跟红包行情 那第二段比较会涨的时间是5月到7月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出息旺季是落在7到9月 那所以很多公司会他要决定配合比较股息会吸引一些资金 大型资金还有进去会买 所以我们观察在5到7月的时候 其实台湾股市的表现也蛮不错的 根据我这边的统计 过去十年来台湾5到7月电子指数的涨幅大概是落在7% 那台湾大盘的涨幅大概落在4%左右 所以这一档5月7号会进行挂牌 是有机会可以让你去赚到这个过去历史的 这个除其忘记前的行情 那以长线趋势来讲 除我刚刚讲的我们本身台湾股市会往上走 是有个科技本质以外呢 另外一个部分 股市多空循环大概是7到8年一个循环 那过往的经验就是 首先费的先大幅升息之后 股市可能就走空大概一到两年 那之后就会开始走多 5年6年甚至10年 所以其实我们费的升息其实也才刚结束 那股市呢也才在2023年第二季才刚落底打底完成而已 其实最近也才刚涨一年 所以以这个7到8年的这个大循环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也才在刚多头循环的开始而已 所以我对于整个市场未来的话 我还是呈现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 是谢谢Peter 我想在这里面有两个东西可能在 各位透过节目来厘清 第一个就是这个产品它设计的方法论 我常常在每一次节目里面都提说 你要去看这个我们雨滩来宾它的方法论 第二个就是说站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你股价是反映未来 它的前瞻它是怎么看 所以我觉得刚刚Peter回答非常详尽周延完整 我特别补充就这两个角度 方法论跟前瞻的一个观点 那各位不妨把我们今天所呈现的内容 再做一些沉淀思考跟梳理 好的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 所准备的这些节目的讯息跟内容 那如果您觉得这些讯息有助于您的判断操作 特别是有利于您未来在财务规划上的一个组合配置 不要忘记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统一证券正在推广NINE ATT活动 只要您是我们的客户 请记得加入我们统一证券NINE ATT官方账号 并且点选下方选单的绑定功能 绑定成功后您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 那么这个奖品的选项包括iPhone商品卡 还有超过1000份以上的小礼品 不要犹豫 赶快点选下方的连结参加我们的活动 祝各位好运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身够钱 音响乐公开说明书